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一起攻读的圣经节有一处 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一至八节 请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我参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休平崎岖之地 我必打破同门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照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照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束腰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我照光又照爱 我失平安又降灾祸 照做这一切的是我 耶和华 诸天啊至上而低 穷昌降下公益 地面开裂 产出救恩 使公益一同发生 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 以上 接下来让我们收看教会消息 我是韩琪 我是Ruby 本招有我们两个外里 博法消息报告 我今天为什么要贴成这样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贴 Hallelujah文森贴纸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荣耀就到哪里我们要让赞美的声音片满在整个城市当中 我们一起来贴 我是天祠 Hallelujah 双一课程秋季班已经开始咯 我们有养育班门徒班金兵班使命班 剩下几天的报名时间 大家把握报名 如果你已经报名了 一定要提早来上课 报名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扫我们微杂志上面的QR控 就可以进入到报名页面 另外一种就是跟各区目或像双一干事 顿婚报名一起受装备做主的门徒 结婚喜讯 恭喜恭喜恭喜鸿文弟兄跟春花姐妹 在10月8号下午4点在交会举行婚礼 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管理 献上祝福 喜欢敬拜吗 喜欢不是吗 今年幕区开启一系列的装备课程 我们有电吉他 电贝斯 爵士鼓 还有kebo 还有voca一系列的训练 愿意尾声在敬拜团服侍的弟兄姐妹 赶快找小主长推荐哦 报名请下李立恒弟兄 报名截止日期在10月7号 赶紧来报名 让我们一起敬拜 一起服侍神 诶 韩琪你知道很多人在看我们的线上直播 我当然知道有很多海内外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看直播敬拜上帝 而且呢 我们可以讲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还有教训影片教你如何 用电视来看我FB的直播一起敬拜上帝 敬拜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使用线上奉献 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奉献 我们会把奉献网址放在粉丝专页上面 可以依照网址的步骤来进行奉献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上FB看我们的教学影片 让我们一起在线上 线上奉献 online 奉献 online 奉献 online 奉献 one two come on let's go 交通指挥 超级man 接驳驾驶 超级帅 问问看你旁边的弟兄愿意服侍吗 我愿意 交通来向现堂叔叔报名 FM89.1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 10月1号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 邀请到林家传道 主题是出乎意料的选招 以上就是本周的消息报告 让我们一起欢迎 林宪平牧师 我准备大家平安 今天像隔壁的请安一下好不好 今天就是平安跟我们同在 我希望你能够带一些文身帖子回家 给小孩给大人都好 然后我希望这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赞美的 字号在你的身上 可以帮助你每天都会赞美神 我们很容易的在生活的当中 很容易会挫折 会遇到一些挑战 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我们的情绪 我们感情就会出来 如果这个赞美的字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无论何时何刻 都要想说 我要赞美神 Amen 希望通过这个赞美神 让神可以把天打开 让祂的圣灵可以浇灌在地上 让这个城市可以成为神 遇见所许业的城市 也鼓励各位弟兄姊妹 你如果生病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 更重要的是 如果有一天 医生跟你说 你的时间到了 你的时间到了 剩下两三天 你也不要怕 你知道吗 我最近有看到一些人 医生跟他讲说 你出了两天 其实医生不应该这样说的 然后说了以后 他就会很害怕 我发现到很多人 从楼上跳下来 不是下来跌死的 是中间吓死的 整厘有多连落 那中间就吓死的 那么我最近看到 有些弟兄 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都很惧怕 然后会发抖 会发抖 我不知道各位有想过 这个问题没有 就有一天 医生跟你讲过 你只剩两点钟 你会怎样 你会刺 你会刺 我两点钟 这两点钟 这两个小时怎么过 我其实跟各位说一下 请大家不要怕 每个人都要有那一天 你知道吗 在怎样都有那一天 你看 蒋中正有那一天 蒋经国有哪一天 我看李登辉也有那一天 你知道吗 那么我有哪一天 所以你不要怕 你知道吗 我就看到一个弟兄 然后躺在床鞋上 然后说 这很奇妙 他太太叫他名字 他也不知道他 不知道怎么收拾他的名字 他的女儿来了 他也不知道那是他的女儿 我真的有点怕 一种情况就是继续活着 一种情况就是马上就死 看一个弟兄 我发现他真的很怕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为他祷告 真的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 我总不能祷告说神啊 让他现在就安息吧 也不能说主啊让他活着 他如果活着没有 活得很好的时候 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有时候一个传道人 到面对一个要临终的人 真的是有一些难处 有些难处 我希望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有一天 你知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要欢心快乐 你要跟神说Hallelujah 我要回家啦 你不要怕 不要叫牧师去的时候 这样祷告也不对 那样祷告也不对 跟你哭也不对 跟你笑也不对 你知道吗 我昨天去为一个弟兄祷告的时候 那个印尼人 印尼的看护是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吗 我每祷告一句 他就阿们一句 你知道吗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懂中文啊 他说 他说不太懂 不过我每祷告完的一句话 他就阿们 阿们 阿们 那么这个家属的人 就站在那里 也不知道阿们这样 所以我发现到印尼的基督徒 底下是不错的 弟兄姊妹们 希望各位永远记得一件事 看我一下 拜托一下 你如果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要怎样 每天都念什么 Hallelujah 我们教会有一个定例 他要得到癌症 那么他要过世的前几天 都在他的病床上 一直读经 祷告 然后一直说什么 Hallelujah 我发现他离开的 这个世上的时候 是笑的离开的 他不是这样离开的 你看 我有时就看到很多人 是怕死的 你知道 希望你现在可以每天 展开你的脸 跟神说神啊 我已经预备好了 你知道 我要回家了 那不是很快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属世的工作就结束了 不要再烦恼金钱 不要再烦恼儿子 有没有 不要烦恼 开车会不会违规 你知道 神会跟你同财 OK 在 上个月 上个月 我跟各位讲 说你一定要读经 有没有 来 请问各位一下 你 最近有开始在读经 的心理棘手 我看看 有开始读经 你还是不读 那完了 没有关系 我再跟各位提醒一下 那么 为什么要鼓励各位读经 祷告 大概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读经的好处 其实就是 建造神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 有一天 你如果真的 离开的这个世上 到了天堂 你凭什么进到 神的面前 也就是凭着 因着神的话 你认识神 你行出神的话 你进到殿堂 我很怕有一天 你到天堂的殿堂的时候 的复旦之间 你看到 天堂 这是我要来的地方吗 你会很陌生的 你会很陌生的 而且那边的语言 你也会发现到 我很陌生的 你知道吗 每次我到 中国去的时候 听到那些人 在讲华语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怎样 很陌生的 我有时候听不懂 他们在讲什么华语 你们知道 奇怪 他们讲的华语都 带着一种奇怪的腔调 我都有时候 他们听不懂 我还叫你来跟我翻译 我讲的话 他们听得懂 你知道 这就很怪了 那 问题的点子也是一样 你如果不懂天堂语 那你到天堂的时候 是以天堂隔绝的 我期待着 你一定要 不是只有说你是基督徒 你一定要怎样 天天读经 前几天 我们那个庙禅弟兄 说他已经成火了 然后已经不用再读佛经了 所以我最近准备了一本圣经 要寄给他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准备了一本 豪华版的圣经 要寄给他 叫他好好的读 好好的悔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所以我每次去小嘴 问我说 牧师 我们可以套 我们可以套好吗 叫我把我套好 有 我就 站在中间 你们都站在外面 我进来的时候 你们就感叹师傅 你知道 那你们开始摇动了 就开始灵动了 你知道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东西 陷到网路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很多人 隔了不久之后 我就变成一个上线下屏的师父 那时候是要往地义走的时候 神来到这个世上 是要给人 给生命给人的 他把他的爱给人的 把他的所有的都给人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传道 人家读听的时候 很清晰的知道 是给的 耶稣 耶稣在召集了五千人 在旷野的时候 快防昏了 蛮徒们想说 把这些蛮徒们 把这些 所有聚集的人 拆散到 四处的乡村去买 吃的或是住 但是耶稣 怎么说 给他们吃 有没有 耶稣就想给他们吃 耶稣没有说 把他们 所有的钱啊 先奉献一下 你知道 把他们收的钱啊 先收起来 然后把他们的食物都收起来 耶稣并没有讲这句话 耶稣是说什么 给他们吃 兄姊妹 永远要记住一点 不要那么容易就受骗 我最近也重新再把 宋七粒的影片拿出来看一下 你知道吗 我对这些宗教人 真的蛮有趣的 因为有一天 有人封我成为零十粒 比他多两粒 比他多三粒 你知道 因为有一天啊 我们叫一个阿雄 拿了一个水晶 要为他祷告 刚跟我说 牧师为我祷告一下 我说为什么 他说呢 那个宋七粒 祷告一个水晶 之后这个水晶 可以卖两百万 哇 很好赚耶 兄姊妹 你看到我有水晶 可能你跟我说 牧师水晶给我 我就怎样 我就给你 你知道吗 你根本就不用钱 可是问题的点子是 怎么会把所有的宗教 都转到金钱上面 你如果爱神 又爱金钱 你是没有办法 往天堂走的 兄姊妹 多读一些圣经 你就有分辨的能力 多读一些神的话 你就不会被迷惑 你知道吗 多读一些圣经 你就会知道 你是被招来到神的面前的 我提醒各位 没有一个人会走进这个门 就是神的呼召 一种神的感动 每个人 所以会信靠神 就是神真的拣选了你 他真的爱你 成为他的儿女 神真的很喜欢让你 成为他的儿女 神不喜欢把你放在这个世界的外面 在流浪 我很清晰的 我很清晰的知道 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信仰 但是神会把一些人 也许拣选到佛教的里面 拣选到回教的里面 拣选到民间宗教的里面 但更重要的一个特别的拣选 就是拣选你成为基督徒 让你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的尊贵 你有没有想过说 其实我信了主之后 我就脱离了喜气 脱离了情意 脱离了仁义 我就从神而生 我是神的儿女 你曾经想过这种事吗 你曾经想过说 我就是神的儿女 我是属乎神的 我完全是属乎神的 所以当你属乎神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神非常的爱你 神一定会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 他的手绝对不会离开你 他的爱绝对会在你身上 不断的被你发现 我常问很多基督徒说 神爱你吗 他们都回答 很清楚的告诉我说 他们经历了神很多的爱 他们经历了神很多的爱 有一个子妹昨天在参加门训 我就问她说 你经历到神的爱吗 她跟我说 她有什么流 然后来到教会之后 神就医治她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医治了她 神就这样的医治她 她就觉得神非常的爱她 神真的是一个医治的神 神是一个得胜的神 神是一个会帮助你走过艰难的神 所以你应该要更认识说 神真的很爱我 而且呢 你要也要知道说 我是被指派的 我是被指派的 我是被指派的一个人 我们不只是基督徒 我们其实是被拣选的 我们被指派的 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 很多的老师都跟我们说 被神 你知道神又高你 不只是拣选你 神不只是拣选你 祂是指派你来这个世上 要活着是要为祂做见证的 所以每个基督徒 你活的地方 你生活的地方 你的职场 你的工作的地点 你生活的地方 你都是被指派要来荣耀神的 你不能够忘记说 我是神的儿女 我活着就是这样的 仿佛的过了 或是这样的千千菜菜 很轻松的过了 其实不是 我是被拣选来做什么 来做见证的 我被指派的 既然我是被指派来做见证的 我相信神会恩高我 神会恩高我这个人 什么叫恩高 这个恩高就是用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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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要敬拜祂的时候 祂就恩高你 祂就给你能力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神会给你能力 这个能力 有三样 一样就是让你很卓越 跟我说一些 我很卓越 第二样我很有创意 第三样我很荣耀 你再想一想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很卓越 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很积极很创意的人 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受到 你是全身充满神的荣耀的 当你是一个被恩高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真的是属服神 神的整个的创造的能力 整个的荣耀 整个那一种 你看不清楚的未来 祂都让你显现了 昨天早上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被邀请到成大去演讲 我自己在成大的老师信主 成大的老师是一个博士 然后呢 跟这个弟兄讲完话以后 就称他为比博士更厉害的博士 这样有厉害 那么这个弟兄是读什么 畢业的呢 读高中 而且他读的高中 又是很难的高中 叫做持幼高中 你知道吗 他怎么会去读持幼高中呢 这个是蛮有趣的 他的爸爸不适智 他国中毕业的时候 考高中考得非常好 考到一般的高中 他的爸爸呢 就拿着他的那个 国中的毕业证书 然后往台南跑 他说 他也不晓得那个高中在哪里 他考上高中在哪 不知道 他就跑跑来到台南市 就看一个高中 就进去了 跟他注册 注册那一间叫做持幼 然后呢 回到家以后才知道 他注册错了 要去跟人家拿那个 毕业证书回来 人家不给他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难得持幼遭遇的学生 怎么可能 会让你再出去 结果他读了持幼 都持幼三年之后 你看 持幼啊 出什么好东西 你知道吗 但是神啊 就是高模这个人 你知道吗 让这个 这个蒋博士 蒋博士 遇到一个蒋弟兄 这个是蒋弟兄 我就一直称赞他 跟他讲话的时候 就非常厉害 然后他们 共同的经济部息申请 那个建教合作的时候啊 那个蒋博士是没有讲话的 我们教会这个蒋博士 是开宗名义都一直讲 讲完以后大家拍手 大家都认为 我们教会这个蒋博士 比承担那个蒋博士更厉害 兄姊妹 相信神靠你 你不要常常活在那种无奈的当中 你必须要抛弃你过去 所有的思想观念看见 你必须抛弃过去的情感 抛弃过去的情绪 然后抛弃过去的所有的伤害 你要跟你说神啊 我就是你的儿女 我是背高的 我是充满荣耀的 我是很有积极创新能力的 我是一个活在你里面很卓越的 你知道吗 很卓越的 我们都不敢相信 我们是很卓越的 你知道吗 告诉各位 你开车要不要很卓越 真的很卓越 真的 我有时候在讲说 我常常被开车的时候 开过去的时候 你知道 多享受那种开车 就是那个路很小 就是这边只剩下这样 这边只剩下这样 你知道 你把那个后视镜 把它收起来之后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怎么开过去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会只有一种 就是靠省得省 就是这样 嗯 这样开过去 然后呢 开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到什么 原来路是这么样的宽 然后 我们的想法就是我开不过去 我再跟各位讲 我真的被很多人吓死了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非常封闭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被恩公 我们是有钱柄 我们是有能力的 你是能够摇动天地的 但是这种能力并没有在你的里面 这种能力并没有在你的里面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 赵佣基来到台南 我开了一辆band子 五百去载他 进到西门教会的小巷子 小到不行 那巷子小到不行 五百根本不进去 赵佣基坐在前面 我说 我跟那个牧师说 赵牧师前面 没有路可走 我把车子开出去 然后呢 我们下来走进去 到我的教会 西门教会 你知道吗 他一直要看我们的西门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第一间教会 也叫西门教会 所以他很惊讶 能够来台南看到西门教会 他非常惊讶 一定要看这个教会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你下车 我倒车 他说 他说不要 我说 他说为什么不要 他说 我们要有信心 我说怎么有信心 他 就 一手 按着我的肩膀 然后一手 伸到前面来 他怎么说呢 Open door 他说 我吓得一跳 开路 开门 你知道吗 我说 开门 然后呢 叫我开车 向前走 我怕死了 结果你知道花车 什么事吗 他说叫我开不要怕 就这样开过去 那天不就没路了 他叫我走 我怎么办 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吓死 我那天站在旁边真的发抖 然后真的就这样发抖 就开过去 都没撞到 这边小这样 这边小这样 太小了 路太小了 直开的时候 一定会把所有人的 那个 房子撞坏 但是他说什么 Open door 门 开门 我真的吓死了 我真的在他身上学到什么 原来我们这么有能力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那要出来的时候嘛 要进去嘛 要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换你说 他按着我说 换你说 哇 我怎么敢说呢 我真的不敢说 但是他说 你要大胆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大胆的 你要向神说 然后向路说 你知道吗 我就 我就说奉约是名 命令门打开 路打开 他说That's right 然后呢 就开出来了 我回头之后一看 人家坐在一个属灵的尾人后面 你看看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东子妹 我们的里面好像很小 我们的里面好像这个头脑都背过去的思想 观念看见了 对不对 都绑住了 对不对 我的儿子读词佑有什么好东西啊 当时候的人看到耶稣的时候说 纳撒尔有处什么好东西啊 有没有 对不对 那不是这样 天桥处什么好东西啊 对不对 都怎么把那个东西拿走 把这种东西拿走 看到你儿子的时候 你跟他讲说 你读词佑第几名 还是词后最后一名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哈利路亚 你是神的儿子 你不要怕 你知道吗 不要怕 神会恩高你 让你充满能力 必须把你的观念转翻 所以 我一直祷告神 说神啊 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真的是被恩高的 一个被恩高的人 他是有突破性的 他真的会生命中有突破 当然你要突破的时候 必须要放弃过去的所有的 我再说一次哈 放弃你过去的情感 放弃你过去的想法 放过去 放弃过去 你所有一切的 这种习惯 放弃你所训练的 理性的训练 这些东西 你都必须放下来 而且把伤害 都怎样都放下来 把过去人家 对你的不是 都怎样都放下来 这些东西 都是成为你最大的捆绑 你必须跟神啊 造我 让我成为一个信造的人 造我 让我成为信造的人 而且我是被你所爱的 我是被你所拣选的 我被你所指定的 我是被你恩高的 我是要 在这个城市 在我的工作上 在我的职场上 在我的生活上 我是要 被恩高成为一个 很有能力的人 跟我说 我很有能力 我很卓越 我很有 创意 我很荣耀 我很荣耀 你会不会贴这个东西的时候 觉得很有创意 很多人都写信来跟我要 你知道吗 只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要 我就拍一看了 我就觉得很怪 什么东西都害羞 没打 对不对 要爱又不敢说 你知道吗 前几天我就跟一个 我们这个弟兄 就跑来 很久我就没有看到他 我这个叔弟兄很久没有看到他 那忽然之间呢 有个姊妹就写一封信给我说 牧师 我最近生病了 有没有一个教会一个男生 正没有结婚的 然后请他来载我出去 哇 我听了以后 我真的很离喜这个姊妹 你知道吗 因为她身体真的就是很不好 我再怎么想 一想到她 哇 那你想到她 那想到她 那想到她之后呢 我就叫她来了 我说 你是被指定要去拆她了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她 也曾经邀过她去这个 齐美医院 不是齐美医院 去齐美博物馆去看 去看展览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那来的时候呢 她就跟我说 牧师我这次做什么很忙啊很忙啊 我说那无所回来 今天反正你的业绩 我就加上去了 业绩 我再花了几万块 加上她的业绩 我就跟她讲说 从下个礼拜开始 你如果 这个钱我不给 为什么不给 她来敬拜一天 敬拜一次 我给她五千 你问她 是不是这样 她来一次 我就给她五千 她来敬拜一次 我就给她 她说她就写说 我有来 然后呢 还是要钱的 你知道吗 她说她一边是钱 我有来 一边是怎样 我是要来要钱的 你知道吗 兄姐妹 生活本来就是很快乐 不想把很多东西都限制在一种形式里面 让你好像活得很艰难 我读到圣经 我读到神去高摩一个人叫做古列 古列 波斯王 这个是一个王 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 就发现到 古列是不认识耶和华的 她不认识神 但是神就是高摩她 高摩她 你看喔 你看这个圣经 今天所读的圣经 你看一下来 你看一下 伊赛亚书第四至五章的地方 第四至五章的地方 哇 她高的她 她高的她 高的她要去拯救谁 拯救以色列的百姓 高她为王 波斯王 古列呢 叫做 塞鲁士 你看一下 她其实另外一个名字 原文的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塞鲁士 她说我耶和华所高 有没有 所高 塞鲁士就是古列 我蝉扶他的右手 我蝉扶神扶着他的右手 记住 神会高古列也会高你 有没有 Amen 你要相信 你必须把你都过去的 看见都先放下来 进到神的里面 跟你说神你高我 你扶着我的右手 跟我说一次 神你高我 扶着我的右手 那么为什么扶着右手呢 就是让他有钱柄 让他有能力 神手高的人 都是有钱柄 有能力的 神的 手高的人的右手 他的手是有能力的 他手摸的地方 就会圣洁 他手摸的地方都会成圣 你要常常去想说 我是一个属于神的 我要远离罪恶 我要远离的过去 我要远离的作主 我要远离过去所的习惯 远离过去所的思维 我进到神的里面 神高我的时候 我的手是有能力的 我手摸的地方 那个地方会怎样 会成圣的 你知道吗 那个地方会成圣的 我忽然之间让 昨天前几天一到一颗 好像一到一个弟兄 我跟他讲一个见证 他说有一次啊 我们叫了一个弟兄 他在长大医院 然后心跳跳到190几 好可怕啊 190几 然后他的家人 马上打电话给我说 不说你快来 那年阿弟兄 心脏跳到190几 你可以过来为他祷告吗 我说好啊 我就跑到城大去 他在那个 那个 急诊室 我去的时候 他旁边放了一个matter 一个表 那个表到190几 医生站在旁边 那我用我的右手 你注意喔 我在祷告的时候 很少用左手 你知道吗 我的用什么 用右手 因为 传统上 这一只手是input 这一手是output input 从神领受能力 output是给能力 我就按着这个弟兄 我按着他 我没有祷告 因为医生在旁边 我又不好意思祷告 我按着他 我真的按着他 然后就发现到 那个表 从192 180 170 160 115 140 130 120 那个医生说 好这样的 他很爱就好了 不要再下去了 他一直一直看 ok 到这里就好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下去就危险了 不然之间 这样那么快 会麻烦 他问我说 你在做什么 我说 没有啊 他说你的手拿什么 我说没有啊 怎么会没有 因为看不到嘛 你跟他说有 他也不相信嘛 神就是 我的手就是有神的恩膏嘛 兄姊妹 你要相信你的手是什么 要恩膏的 最近新楼一个 好像是副院长 一流院长 还是现在当院长 我忘记了 看新界一个长老 有一次 有一个病人 也是我们教会的 喘到不行 一直喘 那么呢 他的家人告诉我说 如果再继续喘的话 再两天就死掉了 因为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照一个X光 根本不知道他里面生什么病 你知道吗 结果他 我就跑到新楼医院去 然后新楼医院去的时候啊 这个刘医师啊 刘长老也在为他治疗 我进去的时候 我跟他笑了一下 他没有看见 然后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牧师 长老教会的这些 这些信徒 对牧师都有些镇静啦 但是他看见我进去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不礼貌 他没有看见我在笑 你知道吗 在跟他打招呼 他没有看到 他 在那边为他做医治的时候呢 我就 用我的右手 就按着那个弟兄的胸部 你知道吗 按着的时候忽然一按 他就停了 他笑你跳你知道吗 不是招呼 就是整个肺部是怎样 那个船就不见了 你知道 他一直看着我 然后呢 有一次啊 我要去美国 他要去加拿大 我们两个在高雄 那个机场见面 他看到我 我说牧师 你那个手是什么手 怎么按那个病人 病人就停了 那个 整个的那个气喘就停了 你是怎么搞的 我跟他讲说是恩高 长老会的人 听不懂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他一直很疑惑 隔了几年 你知道吗 有一次在餐厅见面 他也问我一次说 你那个手是什么手 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 把你的右手拿出来一下 跟我说一次 我的手 是被恩高的手 是有能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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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魔鬼的手 打倒魔鬼的手 是慈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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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都很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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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魔鬼绝对不留情 对魔鬼绝对不留情 你不要用这个手 回到家里 按着你的账目的时候 佛耶稣明 命令魔鬼撒旦离开 我告诉你 被打死了 我希望者你要常常知道 你是神手高摩的 他要高摩你的右手 当你的右手有什么 有能力的 你知道吗 你手摸过的地方 一定是什么 会成圣的 因为神就已经高你了 你看看 再来喔 他说使列国降伏在他的面前 一个有能力的人 神会将列国怎样 降伏在他的面前 当时候的佛式帝国 很多的小分割的王 神说这些小分割出去的王 都要降伏在佛式的下面 神就做这种事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所有一切的列国 会阻挡你的 或是智力门户的 他们都要降伏在神的面前 你要相信你有这种能力 你要相信 你真的有这种能力 而且你能够把列王 所有的腰带都怎样 把它解开了 让他没有权柄 让他没有能力了 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活在台南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个地方 是撒但所占据的地方 当你被恩告的时候 你的手有能力 你的手有能力 在这边占据这个城市 所有的神啊 看到神来了 他们就会降伏在神的面前 看到神来了 他们所有的能力 就被解除了 他们所有能力就怎样 就被解除了 前不久有一个弟兄 他来跟我说 我叔伯 我这人文字很败 我跑去算命 我 我说一次多少 他说2万 我怎么那么贵呢 我说你怎么没有找我 我比较便宜一点 我 穆斯林也会算命喔 我说 我算的命 比较不一样这样 我就说你去哪里算 他说永康 永康还有收2万的你知道 我告诉各位 在武器的天桥 收的比较便宜 然后呢 我真的很 他跟我讲完了以后 他问我说 林牧师 你怎么都没有骂我 我说你去算了 我骂你干什么 我虽然有没有违背神啊 我说你是有违背啦 不过你做了我怎么骂你呢 神还是爱你 你知道吗 你再怎么样的放荡啊 怎样的罪 神都很爱你 他就觉得也心不安 他隔了两三天回来 告诉我 老师会很准耶 我说怎么很准 他跟我说 我过去他跟我说的很准 我说未来呢 我未来不知道 过去那么准 你这本来就知道 你还翻两万去叫他跟你讲过去 哪有这么笨的 你听懂吗 哪有这么笨 这样讲过去 怎么没有跟你讲未来呢 他说未来不定数 要靠一个人 命运要靠一个人 他这么 那个算命 要靠一个人 内在的这种做善事 我说怎么 你就把钱奉献给教会 就做了很多善事 什么都没有工具 把两万又拿去给谁 算命的 他的意思笑 我在跟他讲笑话 我发现到 弟兄姊妹 在这个地面上很多算命的 这地面上很多什么 行邪术的 有很多鸡童 有很多什么 有很多神 盘踞着每个地方 耶稣讲一个故事 他说呢 一个家里面 有壮士看守的里面的家具 但是你如果要把那些家具拿出来的时候 比起一个更强的壮士来 捆绑里面的壮士 今天当你被恩高的时候 你是有能力的 这个地方 很多的地方 都有这些 盘踞的魔鬼撒旦二灵 或者地方的灵界的力量 这些黑暗的力量 你一定会有能力去得胜的 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说 我是一个得胜的 我是要去做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无论到哪里都要荣耀神的 你不要怕 很多人跟我说 牧师我很怕鬼 我说本来我们在来赶鬼 你要怕鬼 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 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个笑话 说他带了 他的两个女儿去旅行 一个弟兄 带两个女儿去旅行 要进去的时候 进去住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说 那个里是不太干净 你知道吗 结果他们住进去的时候 那个小女生晚上就发现到 有人在拉他的被子 而且祷告神啊 保守我 那个魔鬼我不要看到 所以他眼睛都不敢打开 隔了不久 那个魔鬼又在 好像感觉到什么 在拉他的这个枕头 他又把枕头抢起来 跟魔鬼说 魔鬼你离开 你知道吗 隔了不久 那个又有人在 按着他的鼻子这样 他就把他的手抓住 封一手 一命让他离开 你知道吗 怕他不行 怕他不行 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跟爸爸跟他 姐姐说 我昨天好怕喔 那鬼来找我 我怎么都没有找你 那个姐姐跟他讲说 你说要他打鼻子 我在咬你的脚叫你不要打鼻子 你再打鼻子 我就拉你的枕头叫你不要打鼻子 你打鼻子到我受不了 我捂住你的嘴 叫你不要打鼻子 你说有点魔鬼就当姐姐 你会发现到很多基督徒 风吹扫动什么都怕 看到那个庙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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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懂我在说什么吗 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属乎神的百姓 我们在走进一个职场的时候 我们就表彰神的爱 表彰神的能力 表彰神的卓越积极在那个里面 很多人会不会降服你 会不会幸福你 你要想是说 不是我职位大小的问题 是我有没有恩高的问题 我有没有恩高在我身上 你跟我说一次 我有恩高 我有能力 我是很卓越的 我很优秀 我很有创意 我真的很好 有没有很好 有没有很卓越 有没有很有创意 有 你再不怕不怕魔鬼 都这样说 我们就这样说 弟兄姊妹 你看不只是把所有内网的腰带 魔鬼撒旦的能力都解除 他要把城门怎样打开 今天的教会就是要让 属灵的城门在台南市打开 让神的圣灵能够进出 我们一 这个城门打开 无论这个城门是什么 铜墙铁壁 无论这个城门 这个城门是非常艰劳的 神一定要怎样 把他打开 因为神已经把能力付给你 我再提醒各位 再艰难的事 挡住你 没有开门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神要我奉你的名 怎样 打开这个门 我们有时候在事业被阻挡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单纯 我最近看到那个 我为什么去研究那个妙城 到底在说什么 我才发现到 哦 原来是这样搞的 你知道吗 这个Joy就是蔡师母 你知道吗 你前世就是结太多内 所以我发现到你嫁瘦人了 你知道吗 你事业是不发展的 因为你里面啊 有太多祖先留下来的血领在你身上 有太多咒诅在你身上 对不对 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妙歌的特会 对不对 你就会把这些东西都除去了 你知道吗 你懂吗 所以大家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家都有一点灵动 有没有 那个就在除去什么 所有的咒诅 你知道吗 你听懂吗 我就发现到 弟兄姊妹 当你来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不是跟你说 所有的咒诅都怎样 看他们有没有 你来信耶稣的时候 有没有所有的罪都怎样 被解禁了有没有 你怎么会被这些东西绑住呢 当你没有办法向前推的时候 门没有打开的时候 门没有打开的时候 其实不是 不是你 不是 不是咒诅 不是罪的问题 当你 来信耶稣说 咒诅 罪 你都要认清楚之后 你要相信神会为你打开门 所有的困难的门 你只要祷告 神就为你开门 有没有 Amen 不过我讲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是真的 我我们公司昨天 9月30号 昨天是9月30号 是我的day line day line就是说 昨天这一天 如果我们在环保局的里面的一个号码 没有被打开了 今天我就破产 这不就这么容易 我告诉各位 所以这两三天 我都安心在祷告 为什么 那个 号码没有给我 他不打开的时候 根本就怎样 没有办法营业了 我没有办法营业了 我已经 几年都没有收入了 你知道吗 你牧师快要走路了 本来我开始要学那个妙产来吸金了 但是呢 昨天如果没有打开的时候 也就是我没有办法运作 我没有办法营业 我没有办法去收那些 废弃物的时候 我就完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的祷告是想 神打开他 凤月圣明怎样 打开他 结果昨天下午 三点多钟打开了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告诉各位 相信你有恩膏 跪下来祷告 神的门就怎样 替你打开 任何一个阻挡的门都怎样 都会打开 你不要怕 我们就是没有信心 我们很软弱 我们在常见的时候 神啊 我不要 你说 我们情绪你知道 啊兄弟 我不要怎么 只有哭泣 再告诉各位 哭泣有事 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相信你有恩膏 你有能力 Amen 再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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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呢 你看 我在你面前 跟我一起堵 我必在你面前行 休平什么 屈膝之地 我必打破什么 铜门 砍断 铁酸 他要在你面前 让你走得很平稳 所有的阻挡都怎样 要替你打开 再来你看 堵到第三节 你看 堵到第三节 你大声读一下 大声读一下 我必要暗中的宝物 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读到这里就好了 我读到这里 心就很快乐 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会很快乐快乐 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 神要将 神在暗中 神将暗中的财宝 和隐秘的财宝 怎么样 赐给了我们 你有恩告 你有能力 当你进到城门 里面 财宝都是什么 都是你的 你看看 耶稣亚带着整个团队 进到哪里 耶利哥的时候 整个财宝是不是他的 当你真的祷告 你跟神说神啊 我独间祷告 你就搞磨我 我就知道 我是被拣选的 我是被恩告的 我是有能力的 我来就是做一场什么 所以你要征战 我是要为你做见证的 我活着就是要活出你的卓越 活出你的荣耀 活出你的创意 活出你的能力 活出你的美好 每个人看见我的时候 都会喜欢我 而且他但看到我的时候 怎样 就会离开 因为我来是要做得胜的 然后我就相信一件事 神会把隐藏的财宝怎样 赏赐给我 你会慢慢的发现到 你有一个非常高的职位等着你 你会发现到 你有一个新的祝福等着你 你会看到有很多新的东西等着你 你要会发现到新的财物怎样 等着你 你一定要确信这件事 在你的生命当中 叫我一个必要 我很喜欢他 他非常勾矣 勾矣要不行 胖胖的可可爱的 他在几年前 我们在做恩惠相遇的时候 他一直想调离开环保局 结果恩惠相遇完了以后 神就把他高升了 到一个国中 你知道吗 到一个国中 然后他 最近我们做恩惠相遇 然后他又开始服侍神了 还没有完之后 神又跟他高升了 忽然是要从国中 又升了一级 又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了 你知道吗 他说他每一次 在服侍神之后 他都会跳一级 跳一级 他说在神的里面 怎么有这么多奇妙的事发生 刘子妹 相信一件事 你是被恩惠 神永远怎样 祝福你 神要把隐藏的财报怎样 赐给你 赐给你 跟我说 神要把隐藏的财宝赐给谁 你们都很清楚 不是赐给牧师 赐给我 你一定要切心 这种恩高的能力 恩高的能力 就在你身上 你跟我说 神的恩高的能力 在我身上 神的恩高的能力 在我身上 我们请建制来 带我们唱一首歌 好不好 那我们求神恩高 与我们同在 一起同心来寻求神的面 哈利路亚 一起来唱 父神 副神創造地球 鲜明的創造性命 心情 心情你所见全地把爱心 在这地同行前进 宇宙万古都在叹息 宇宙万古都在叹息 灯后你能力彰显 等候你能力彰显 求祖师法你的恩高 成叫 就在这时刻 愿祢荣耀祢此地 让祂从我们中间流浪完盲 愿祢很高充满之地 我们同心寻求一面 通关万国地主 这世界仍要看见 祢不须完全展现 教会要全然得胜 求主是防御带叹息 使我们靠祢刚强 生过我们一切软弱 使我们奋勇振折 愿祢荣耀祢 愿祢荣耀祢 让祂从我们中间流浪完盲 愿祢很高充满之地 愿祢很高充满之地 我们同心寻求祢 愿祢荣耀祢 愿祢荣耀祢此地 让祂从我们中间流浪完盲 愿祢很高充满之地 我们同心寻求祢 愿祢荣耀祢 愿祢荣耀祢 愿祢很高充满之地 让祂从我们中间流浪完盲 愿祢很高充满之地 我们同心寻求祢 愿祢 пров祢 我们同心寻求祢 我同心寻求祢 我们同心寻求祢 敬礼 兄姊妹 大胆的提起你的右手 跟你说神我在这里 恩高 恩高我 扶着我的右手 让我有钱柄 让我有能力 让我有钱柄 让我有能力 突破所有的艰难 突破所有的障碍 让我有能力 让这个城市 所有占据的灵 这些腐化的灵 阴暗的灵 败坏的灵 都降伏在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解除这些灵的能力 我是神的儿女 我相信 我因着你的名 要过得胜属灵的生活 我更相信 神会祝福我 有很多隐藏的财宝 会赐给我 神啊求你祝福我 高模我 再次高模我 让我相信 我是被抚照的 我是被指派的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很卓越的 我很荣耀的 我很有创意的 神啊祝福我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我们现在要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 也求你悦纳 每次我们在奉献金钱的时候 都是出自于我们对你的爱 我们在奉献金钱的时候是对你的感恩 也愿意祝福所有拿奉献带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来奉献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神啊祢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祢 在干汗地方不睡痴体 在干汗地方不睡痴体 我可想你 我的心 借慕你 神啊祢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祢 在干汗地方不睡痴体 我可想你 我的心 借慕你 我可想你 我的心 可想你 我的心 可想你 我的心 可想你 如干汗地方不睡痴体 我可想你 我的心 我可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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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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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想你 你 我可想你 天佛 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 求你夜闹 也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家有千百万倍的收成 让我们家都是平安喜乐之家 让我们家是荣耀丰盛之家 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兄弟妹 我们今天早上有 两个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有一个叫做傅施琴 傅施琴子 是 有没有一个傅小姐 在这里 欢迎她们来 另外一个叫黄国俊弟兄先生 有没有在这里 在这里 欢迎她们来 OK 再次跟隔壁人说 你是很有恩高的 你要读经喔 OK 让我们站起来 OK 让我们站起来 看开 你说说着 一切奇妙的多 看见新书 又听到浓浓雷声 你的大能 编满掉一座轴 我听歌唱 尝尝美救助我生 你尝贵她 何尝贵她 我听歌唱 尝贵她 尝贵她 你尝贵她 你尝贵她 何尝贵她 让我们大声的呐喊 其声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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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稣支了恩典 上帝的慈安 圣祢的感动 慢慢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知道永永远远 Amen 兄弟们姊妹请向前走